今天是針對106資訊能力檢定 這邊有個說明 就是讓你知道這個題目到底設計的目的是什麼 首先是針對大義的心聲 進行資訊能力的檢定 總共有10題 應該是選擇題 然後呢 他等於是說把答案 都填上去了 但是不知道答案是否正確 所以他現在要用以SEO寫一個 改成C 的一個 算是一個 一個功能 然後能夠算出說 到底這個學生 他總分幾分 那怎麼做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按照題目要求 第一個把題目打開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把這個題目打開了 就是這一題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他題目按部就班來完成好了 第一個的話 他要我們做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設定項目1 學號欄位 學號欄位 學號欄位應該是哪一個 學號欄位應該是這個 這個欄位 然後在 A欄的地方 他這個地方要做什麼呢 他說 A4到A300 將所有的學生 資料 轉換成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蠻簡單的啦 應該知道通用格式怎麼設定 按右鍵儲存格式這邊也有通用格式啦 預設好像是數值 可是他的範圍是 A4到A300 所以 最快的方法 你其實應該優標放A4 Ctrl Shift向下 到底剛好就是A300 有沒有 所以 底下沒有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你說 除了這個方法 有沒有比較快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方法應該最快 Ctrl Shift向下 一下就到底了 你就不用在那邊慢慢選 千萬不要傻傻的喔 你說慢慢選 這樣慢慢選 可不可以 是也可以啦 可是你要選到300 可能還過頭了 有沒有 其實 比較推薦是什麼 你可以直接用 用那個A4 郵標放在這邊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按滑鼠右鍵 在這個選舉範圍上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找到什麼呢 通用格式 OK這個地方 不要選錯了 按確定 這樣子的話 就完成了 你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原來是數值 原來是數值 是小數點兩位的 其實意思就是 把小數點拿掉的意思 所以記得 原來兩位數的按右鍵 除了格式 本來是數值兩位數 然後你要改通用 通用有一點就是 它原始的狀態 也就是沒有小數點 按確定 第一個完成 OK第一個 第二的話 就是什麼 第一題到第十題 答對欄位 有這些欄 還跟妳講 ikm 其實就是 先過來看一下 i在哪裡 i在0 所以 這個地方 他答的 答案應該是這一個 1 可是他答是 他有沒有答對 沒有 所以沒有分數 也就是說 他對跟錯 如果對的話 應該是要給幾分 應該意思應該是 要給10分就對了 上面要顯示是10分 那最後要把它變成打勾 本來是10分 然後把它變成打勾 那總共有幾個題目呢 總共有1到10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自己幫他比對 也就是說 你不是傻傻說 這個錯 所以0分 然後這個也是錯 0分 只有這個10分 其他都0分 有沒有 當然你不是傻傻的慢慢自己在那邊填嗎 用眼睛慢慢算 那算完不得了了 如果 幾百個學生 你要改的話 改到什麼時候 所以 如果 他要考你 請你用一個 函數 他可以怎麼做呢 自動幫你去比對 比對完之後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 有沒有想到 函數的話 應該可以 很直覺的 如果 如果是什麼呢 插入函數 如果 邏輯裡面 這邊有了 一幅 如果什麼呢 邏輯就是 如果他 等於他的話 等於 他的話 有沒有 如果他 等於他的話 然後呢 那就是10分 反之就0分 那這樣就好了 OK 但是 有一個問題 你按確定之後呢 要向下填滿 可是如果向下填滿的時候 那個H1有沒有 1 他會變2 2會變3 所以如果假設呢 你不需要讓他向下填滿的時候 他自己加1的話 還記得怎麼做吧 前面加什麼 加一個錢的符號 對 發現他程度越來越好 真的可以去考證照 OK 拿到的話 如果你可以在 期末以前 把證照給我 我可以幫你加分 OK 真的喔 而且學校好像有補助啦 我不知道 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我記得好像在 電梯旁邊有公告的樣子 好像可以補入3顆之類的 好 那如果他等於他的話 那記得喔 這邊要加一個錢的符號 不然你等一下向下填滿 那會出錯 然後呢 那可是這個H4的4不能 不能加錢 因為如果加錢的話 永遠都比這個 他不會變5倍變6 OK 所以這邊不能鎖 這邊要鎖 按確定 錯嘛 下下填滿 點兩下 有沒有 全部做完了 實在是太感動了 有沒有OK 馬上就完成了 那 還有但是啊 因為有實體嘛 你已經做完一題 那下一個怎麼辦 喔如果知道 一樣喔 把這個公式 拿到這邊來 但是問題來喔 就是如果假設你要把這個公式 拿到這邊來的話 那你當然你也想說把公式複製取消 貼過來看看 貼過來要不OK呢 其實貼過來的話 變成說這個H H要變成多少 H就不能是H了 應該要變成這個 這個應該是 變成 這個是追吧 那位置一定要變 前面要不要加錢的符號 那 另外這個H4的話 這個H4應該也不對 H4應該改這個啦 這個 J4 OK OK 然後 那你打勾 下一個 如果打5才對 5才對 其他都不對 OK 可是問題來了 這好像有點麻煩耶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變成說你如果用剛剛那個方法 你變成你要公式貼過來之後 然後再修改 然後要改 也是挺嘛 交過一個方法 如果你希望 把這邊的公式 複製到其他 9個 的話 Ctrl C 貼過來 直接貼看看 貼過來它會不會自己變 好像會貼自己會變 有沒有 向下填滿 可不可以 可以耶 所以其實你可以這樣 Ctrl C 貼過來之後 貼上 然後向下填滿 貼上 向下填滿 只要是4就對了 4就對了 沒錯 所以其實你可以 Ctrl C Ctrl V 貼貼貼貼 但是還有更快的方法 更聰明的 看一下 Ctrl Z一下 應該更快的方法是這樣 就是你乾脆 剛剛做完這一些 對不對 Ctrl C 向下 Ctrl C 直接怎麼樣 乾脆直接貼9個就好了 不過這個難度比較高 如果你做不到沒關係 你用剛剛那個比較保險 那怎麼貼喔 直接這樣子 按Ctrl鍵 選 94 1234 我做一次 Ctrl鍵按住 12345 9 好了 這個可能 有點難度 等於是按Ctrl鍵之後選了9個就直接貼上 貼上 有沒有 更快 OK 但是這個難度比較高 如果你做不到或做錯 你就做剛剛最簡單的方法 絕對不會錯是 一個一個慢慢來 所以剛剛Ctrl自己一下 比較簡單的話 直接把第一個 Ctrl C 然後貼過來之後向下填滿 貼過來向下填滿 可是這樣要9次 如果你要快的方法的話 就我剛剛講的 把剛剛這個做答的結果 Ctrl C向下 Ctrl C 把這一串直接貼到9個的頭 不用貼全部 是貼頭就好了 頭的話就是Ctrl鍵按住 1 3 4 5 6 7 8 9 貼上 Ctrl V OK 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當然 工作上 效率越高 變成你的時間 就會多很多 時間 出來 所以在職場上面 我看到很多 就是做 很快的 他其實沒什麼事 很快就做完了 那不太會的每天都在那邊做一些 這個 沒有效率的動作 有沒有像光這一題好了 我跟各位講一定很多人 都土法煉綱 每天都在土法煉綱 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那如果會的人 甚至還會寫VBA 那更快 兩下就做完了 城市地執行全部都搞定了 就不需要做那麼多瑣碎的事情 OK 當然你的效率越高 你 如果做的 工作內容 不是那麼複雜 你很快就多很多時間了 當然另外一種選擇 就是你可以挑戰性高 薪水給你更多 不過你會也是壓力很大 但是你會進步 我是覺得這個還蠻好 年輕的時候可以挑戰一下 有沒有你看這好難 但是我是覺得 你如果每一次每一次都可以一直進步 一直進步 一直進步的話 那你以後說真的 所有事情應該 很難可以拷倒你 所以要不斷找 問題 訓練自己的能力 像證照我是覺得就是一個 蠻好訓練自己 Sale的方法 所以這邊總共 我們有五大類有沒有 你可以如果假設你自己有時間 五類的題目自己 我還沒講 你可以自己先練習看看 你不有效 你不要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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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東西 你不要蠻好 你不說 你不說